因為高齡化的問題 所以他今天要跟我們講 在高齡及非高齡糖尿病 聖病病的招募 我們今天歡迎請務主任 謝謝座長我們三種林院長的一個介紹 各位醫師各位前輩大家午安 剛剛我們前輩兩位聖誕科的前輩 吳教授介紹一個新的藥物的介紹 另外唐教授把這個糖尿病生命變的 也大概做了一個介紹 那我自己在想說 這樣的一個Seminar的話 那我自己要講些什麼事情 那就像剛剛我們林院長提的 我在想最近的時候 在這一兩年當中 我們台灣當然講高齡化 其實已經是十年二十年的歷史了 那從國際上大家可以看到這樣子 台灣最近幾年也都非常好在談這個問題 那在學位裡面的話 在談這個issue稍微少一點點 所以我試著利用自己的一個能力 然後之前我自己也做了一些糖尿病生命變 也有一些糖尿病生命變 高齡照顧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把這個經驗做了一個Summary 然後把一些在我自己從他面上面能夠得到的資訊 跟自己從一些其他地方得到的資訊 在這邊做個整理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我的題目就變成高齡跟非高齡的一個糖尿病 生命變的照顧 我們要說上面稍微可以做一些區隔 那我的演講大概就這幾項 第一個我想高齡 這大家都已經聽過很多的演講了 那高齡上面有很多的相關的名詞 這裡大家都知道 從age 那這些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一個高齡的名詞 那這樣的高齡的名詞的話 我在review當中我會發現到有兩個字 蠻有意義的 一個叫evolution 就演化 那我們都知道我們的物種上面的話 會逐漸的往物種最高的境界去走 那我們人類就走到人類最高的一個境界 可是再怎麼高我們還是很aging 我們會有老化 為什麼我們人類從出生以後到最後還是會走向死亡 所以人們就開始去做很多的這個推響 那有些推響就認為它是一個program series 它就是一個biology tight tempo 就是我人類就一定出生以後就慢慢的步向死亡 那另外也有人是一個error theory 就可能是因為外在或內在的很多的傷害 造成我們人類很多的細胞 然後我們人類慢慢步向死亡 目前在學說上面大概有這樣兩個學說 那有了這兩個學說以後大家就會知道說 那我們什麼時候開始老化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老化 就有人提出說 我們從我們懷孕的第一秒鐘我們就開始老化了 也有人說我們出生以後才開始老化 那大家比較可以接受的是 有些人講到45歲 那這邊比較可以接受的是 在開發中國家是60歲 以開發中國家是65歲 所以台灣目前來講 是用65歲當作一個cut point 是當作是一個老化的一個階段 那我們看看 在美國 在2030年會有這麼多幾百萬人的人 會有老化階段 那大陸也是一樣 在台灣 我們還是有一個台灣第一 根據國外委2015年統計 十年以後台灣人口老化也是全球第一 所以在講老化上面 實際上是有他的一個很重要的 在台灣 那這個台灣這是 今年6月份的一個報紙上面的一個圖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台灣老化的縣市的話 最年輕的新竹市 最老的是嘉義縣 這是我自己的故鄉 好 那台灣整個老化的情況是這樣子 這在網路上大家都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 那所謂高齡化社會的話 是總人口7% 大概65歲就是高齡化社會 那大概14%就叫高齡社會 那大概20%叫超高齡社會 台灣預估107年就會邁入高齡社會 到114年就會邁入超高齡社會 所以整個老化的過程 大家可以從這張圖可以看出來 一個健康人為什麼會慢慢走向死亡 當我走到老化以後 65歲以後 其實有兩個點就會跟人出來了 一個叫做衰弱 一個叫做疾病 那衰弱跟疾病 這兩個一定是互相在做影響的 那老化主要induce就是一個衰弱 那很多人就開始產生疾病 那我們醫生當然在做 這方面的話主要在做 這個地方的幫助我們的病人 那到罪病不能的時候 就變失能過程到罪就走向死亡 這是整個老化的過程 大致上 可以robly分成這樣的東西 所以 我們一輩子從網路上抓了一個訊息 我們一輩子大概有12年 避不了 需要有失能過程的事件 所以這個data出來 我們就來看看這樣子 所以我們人類大概就這樣走 可以我把這塊切出來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65歲開始 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們都是健康老人 社會裡面還是有一段健康老人 剛剛講過 這個健康老人到這個歲數以後 大部分的老人可能會走到不健康 所以我們大概十幾年 都有可能在不健康的老人的階段 那在不健康老人的階段 我們就想說 在我們糖尿病 糖尿病先生在這邊 扮演一個狀態走勢是什麼 我們 我們希望所有的衰肉 所有的疾病 都能夠shift right 再往右邊一點點 讓我健康再多一點點 讓我健康再多一點點 哪些東西會影響健康 一個是衰肉 一個是疾病 那其中一個很常見的疾病 就是我們糖尿病 所以我試著從這個地方切入 去告訴我們 糖尿病 糖尿病生命院 是不是有機會在高齡這一塊裡面 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事情 我做個詳論 跟大家做分享 那首先就看看 這個高齡跟我們糖尿病生命院 有什麼關係 從這個2014年的data裡面 告訴我們說 從糖尿病誘發的 這個尿毒症裡面 這是全世界的data 台灣還是名列前茅 所以這是 就是糖尿病 他們 group 裡面出來的data 藉用他們data 跟大家做分享 這台灣健保資料部的data 大家可以看 這個第二型糖尿病的話 這個最下面則是 2002年到2004年 這是2005年到2007年 這是2008年到2010年 大家可以再三條線 越來越多 這是男性 這是女性 這是T2DM 的一個previvence 逐漸增加 那T2DM 的dialysis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這三條線 也是逐漸在增加 都也是逐漸在增加 大家可以看到 小於65歲 小於65歲 男生比女生多 大於65歲 女生比男生多 從健保資料部 看到這個data 那一樣 產生dialysis 也是男生比女生多 大於65歲 也是女生比男生多 甚至在這個地方 女生還是持續在peak 所以代表的 不管糖尿病 糖尿病 症病變 這方面 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 把這個照顧好 那我們預估 他們的時代裡面 預估 在未來的2025年 台灣的 有這麼多 因為糖尿病 引起的 習生病 是逐年在增加的 所以 因為這樣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 這樣的情況 是越來越增加的 所以我們的challenge 就在於說 我怎麼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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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剛剛特別提到 我怎麼ship to right 這是我一直在這個演講裡面 大家都一直會提到的 所以我們能不能有些什麼strategies 所以是藉由自己的經驗 跟藉由自己的review 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所以在講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講到高年紀大的腎功能 因為要講腎病變 就講腎功能 在年紀大的人的腎功能 到底有什麼 跟年紀輕的腎功能 會不會什麼的不同 那我們都知道 高齡對身體會產生很多變化 所有的歐肯多 因為高齡產生變化 那產生變化 我們看 我們單純把腎臟抓出來 在一個年紀大的病人 沒有腎臟病 我們的一接霸 也是逐漸往下降的 所以我們的一接霸 是隨著年紀 會逐漸往下降的 那在美國data 可以看到 小於60cc每分 一接霸的病人 逐漸再往上升 隨著年紀到75歲的 不是你這麼高 我們台灣的data 也是逐漸再往上升 這是大約65歲的 所以 告訴我們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我們腎臟的一跤 是越來越低 那人口數是越來越高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在書上面 都告訴我們 很多的making 那其中making 就是 因為aging 會造成很多的 這是closal 就是很多 這個aging的factor 就是會down regression 因為那aging的factor 會down regression 那會產生了 acid stress 這些trace 以後 就造成了 我的腎臟產生的 很多structure 跟functional change 那我們structure 上面change的話 包括我的腎絲球 這個足細胞 私底球 我的vasal 全部都會被影響 我的function 一定會被改變 所以 我們年紀大以後 開始慢慢的 Renold blood flow 開始慢慢就往下降 我的GFR 也會每一年 開始往下降 我的Renold 這個resistance 就開始往上升 甚至我 耐入體的capacity 就會變差 所以我們的病 就開始會 夜尿的情況會出現 這些都是 我們老化的腎臟 可能會出現 所以 這時候就會講到 腎臟的功能 剛剛講 腎臟慢慢隨著年紀大 腎功能會慢慢 逐漸往下降 這時候我們就講 我們的Renold function 每天在講腎功能 那我的腎功能 在年紀大 或是成人 在小孩子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不同 我們來看看 這是中央健保局 上面的一個data 那在健康檢查的時候 建議 40到65歲 每三年檢查一次 然後65歲以上 每年檢查一次 那檢查腎功能 要檢查什麼東西 檢查在早期 2011年的時候 我們講腎功能 會講BUN跟QDN 可在2011年以後 自己國家政府裡面 就認為說 我們腎功能要講QDN 跟講醫界吧 代表的是腎功能 所以我們現在都要談QDN跟EGY 來代表我們腎功能 可是我們腎臟 只有這樣子而已 絕對不是 大家都學過腎臟生理 我們腎臟的 生理功能 其實不只只有EGY 跟我們只是用它來代表我們腎功能 其實我們腎功裡面包括了 分泌療液 排除代謝腸 物藥物廢物 也包括條件體內 體液 電解質 酸鹼平衡 也包括了很多荷爾的分泌 包括我們的EPO 包括我們的維他命D 前一堂課在講維他命D 然後包括我們Renie 跟我們高學還有關係 其實我們在講腎功能 其實是涵蓋這麼多的 所以從我們腎臟科的 醫師的角度來看 當我看到一個CAT的病人的時候 其實不是看EGYY 只有看QDN而已 我會全部去看看 這個病人 所有的這些事情 到底在他QDN不好的時候 他的所有情況是如何 這代表他的整個腎功能 所以我會看他的 LTMIA的情況 ELECTROISTOSI的情況 看他領取型的情況 看他 前一堂課 前一堂課 在講的概念情況 看ELECTROISTOSI 等等的情況 來代表他整體的腎功能 的情況 所以 但是 但是我們在臨床上 使用給病人 比較好解釋的時候 還是使用 這個 這個CATININE 來跟病人 可以比較好可以做解釋 但是在 我們在整個整體 評估病的時候 還是要全面性的評估 那我們要去跟病人 解釋你的腎功能 是多少時候 我們知道 代表腎功能 最好的standard 是 ELECTROISTOSI 可是這樣的檢查 他太複雜了 也貴也不容易使用到臨床上面 所以我們用 QITININE 可是QITININE的話 比較不reliable 比較不reliable 那另外我們可以做 小便的24小時 但是他比較不精準 另外我們可以做 合一的檢查 做GFR 可是他比較貴 也比較不容易 apply到臨床上面來 所以人們就開始 去發展很多 數學公式 他是希望用ELECTROISTOSI的 GFR 來代表我們真正的腎功能 所以大家開始慢慢有很多公式 就出來了 這是76年的公式 但是76年的公式 有它的limitation 它的需要加上 身高加上體重 然後來到99年的時候 開始 因為這個學者 開始出現 6PARAMID的MDRD公式 然後開始有1G2的公式 就跟著就出來了 到2002年的時候 他又把它簡化成一個 4PARAMID的MDRD 可是這兩個公式 在CKD STATE1 會低估 它對 STATE4到5 會明顯高估它的 勝出的過濾率率 所以到2006年 他又發展出CKD EPR 所以後續很多的文章裡面 都在介紹CKD EPR 用CKD EPR去測量 定了GFR 原因是這樣 可是這些公式 其實還是有些相關的limitation 包括了 Fijina的測量方式 會不同 都有所差別 另外都是 這個西方做的 我們亞洲主義 架不準確 另外的話 也都是有慢性腎臟病發展出 慢性腎臟病人發展出來的 那健康人到底怎麼回事 另外有一個 就是跟我今天比較有關係的 年齡 假如大於75歲以上的話 在使用上面 就要小心 所以 後來 在講後來之前 這邊 為什麼年齡大於75歲上面 要小心 大家都知道 KITININ 在身體裡面代謝 大概有四個部分 是蠻重要的 一個是跟我們飲食的關係 一個是跟我LEVER有關係 一個是我跟我KINNY有關係 一個跟我MUSCLE有關係 那我們都知道 年紀大以後 MUSCLE一定會慢慢的騙長 我的LEVER功能會慢慢變少 我的飲食情況一定會改變 剛剛已經前面鋪陳過 我的腎臟一定會改變 所以 我年紀大以後 我的正常腎功能定義 應該是不一樣的 跟我年紀輕的人應該是不一樣的 那有人就發展出一些公式 來帶給這個 年紀大的70歲以上的 年紀大的人 他到底用什麼公式 是最好的 這是 這篇文章裡面特別提到 所以說大家會聽到 BS1跟BS2 因為他跟英女Cleanse最接近 所以這個是適用在高齡的人 所以 所以在 網站上面 我想大家在網路上面 一定可以找到 像這樣的網站裡面 有告訴我們說 對於年紀大的人 我要測量到178的時候 我有哪些公式 我是可以用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輸入 我的病人是幾歲 我的Crediting是多少 那這樣子 我每一個公式出現的EGR是多少 在這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樣的事情去 評估你病人EGR的情況是多少 所以我們就自己畫一張圖 自己就畫一張圖 從這樣的公式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正常人 正常人 再加上老化的人 我們企業化的變化大概是這樣 我們常常用的公式 小朋友我們使用的公式是這樣子 比較成年人使用的是 CKD EPI跟MDRD 可是隨著年紀大 我們的EGR是不會有下降 到我年紀大的時候 它是會這樣子的變化 這是我們整個腎臟功能的一個變化 在 WithoutKindy 就是整個人的 後避球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就有個問題來了 當我年紀大的人 一介紹小於60的時候 是不是等於就等於CKD 所以我們就會問這個問題 當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就看看 以加碼這篇文章來看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是一個U shape 它分成不同年齡 紅色線代表大約75歲 黑色線代表是65到74歲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是56CC每分鐘齁 到這個地方 前面海波比褲群代表它的Motary rate增加了 到這邊上去它Motary rate增加了 所以在這波停Uria 在這一介紹上面是Edge Dependent 跟Edge有關係 那我們看看這四群人 它的是Edge Independent 不管什麼Edge 這蛋白量 它只要蛋白量越來越高 它的Motary就會越來越高 所以它是Edge Independent 這是Edge Dependent 所以年紀跟我的一介紹是有關係的 所以從這篇文章上面 自己認為 我們在年紀大的人 年紀大的人的話 假設我們要去定義它CKD的話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思考 假設在六到七十歲的話 我們一定要小六十的時候 有一點點 我們可以加CTD 大概其實也需要更低 需要更低 這是大概從文章上面 review上面的一個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所以對於高齡跟腎功能的 一個簡單summit 就是不同年齡層 激發症狀值是不同的 之類有不同的 我們要善用目前不同的工具 去做一些分析 大概講的出來都是數字 記得還是要去幫我們看 我們腎臟科的一個病人 那基酸肝它是一個變動的 是一個動態性變化 隨著年紀是會有差異的 個體差異都是必須要留意的 所以隨著不同的年紀 大家要選擇不同適當的公式 去評估我們腎臟病原 腎臟病原的一個腎功能 好 那後面就講糖尿病生命變 那它鋪層的腎功能 然後進來到我們的糖尿病生命變 那糖尿病生命就像剛剛 唐教授所提的 它本身 這是之前自己在講 我自己糖尿病生命 也講說大概常常用 2006年階層這個圖 大家都知道 我們糖尿病大概有幾個 不同stage 有人把它分early stage late stage等等 這樣來做區分就對了 那我們都知道 這是一個人為什麼 一個健康人為什麼要產生糖尿病 那可能是genetic 可能是隱白紋的問題 那產生糖尿病以後 為什麼它要產生蛋白要生病 為什麼要產生糖尿病生命變 可能有很多相關的factor 那我產生糖尿病生命變以後 我一定要洗腎嗎 那也不一定 那我有很多progression 有很多recept 所以在臨床上的很多research 就在做這個early stage上面的 一個相關的研究 包括所以early上面 我們會聽到hyperbutration 會聽到microbial urea 所以我們會focus在這兩個地方 去做相關的study 去希望在這方面 就可以幫病革住 減少它變成糖尿病生病變 那假如病不幸 變成糖尿病生病變的話 當然有很多的progression factor 很多receptor 我們希望去幫它做control 去幫它做治療 然後到最後減少病到洗腎 那真的到最後洗腎的話 我們怎麼讓病洗腎的品質 可以越來越好 這是我們腎上科 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除了這個常見的clinical research 跟大家耳熟能詳 其實在我們糖尿病生裡面 還有很多molecular research 在basic research bench work上面 大家都會做的 大家耳熟能詳 從molecular的data來看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從糖尿病 為什麼到最後一腎病變 因為有兩個很大的factor 一個是hyperglycemia 一個是hemodynamic 那藉由相關的sidokine 還有剛剛一指 吳教授也特有提到 intraglomer hypertension 我把intraglomer hypertension 有機會下降下來的時候 當然對我們的腎臟病 上面也會有幫助 所以intraglomer hypertension 一樣會造成很多factor的產生 到最後 我每身就色expansion 我打病命會增加 Glomer sclerosis 到最後糖尿病 這目標是research 那在這方面 自己也會做了很多相關的study 包括我們也做了 我們也做了 相關的study 去證明這樣的factor 是跟我的 早期糖尿病生命 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也做了 這個 Urokinase Prasminogen Upa Reset 它是有機會 跟我糖尿病 整個到最後 n-stage的staging 是有很大相關係的 那我做了一個小朋友 跟 一樣是facultyglycemia 這個factor 跟我小朋友的 是有關係的 所以在這個marker上面 我們自己也做了相關的努力 希望對我整個糖尿病生命院 的整個進展過程上面 是有些幫助 有些注意的 可是 回到我們的A群 大家剛剛在講的 這個 這個staging 其實某種程度是整個generalize 有點像addle people 我們在A群上面的話 把它加進來之後 就發現到 還有很大的問題的空間 譬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假設有一個65歲的人 一個老人 出現新的DM 他的staging 是不是這樣走 這個在 這個在我自己 一在努力的過程當中 發現到 在這方面的探討 是非常少的 也就是我現在65歲 我才開始探討 他是不是 完全按照這個路在走 看起來是不是的 因為他不會 還不如追尋 那不會還不如追尋 他應該怎麼走 那這是 其實是值得 很值得大家 在座各位 大家一起去思考 一起努力的地方 這是我在review上面 得到一些結果 還有很多的地方 是跟大家一起討論的 那另外的話 因為這樣子 雖然是還有很多不解的地方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很努力 像有些剛剛特別提到 我自己在做UPA 有人就在做UPA上面 跟BRASCA A菌是有關係的 UPA上面 會啟動很多相關的Making 到最後會讓我的A菌 跟Astroscate 產生 他們都要連接在一起了 另外的話 也有人去做了很多相關的Mark 像這篇文章提供的這個 Anti-A菌的Mark 大家都知道 糖尿病會 HEMODIMAK 跟Hyperglycemia 到最後是Dipidine 跟Nepopathy 那這中間 中間開始A菌以後 A菌肌肌肌就加進來了 那這邊很多Mark會下降 下降以後 就促進它的Dipidine 可是 有一天 我假如能夠把這個Mark 往上升的時候 它就有機會 把影移蔽的掉 這在這篇文章 所提出的一個想法 那為什麼能夠把它促進起來呢 他特別提到一個Carolid restriction 似乎到年紀大以後 我們的Carolid 真的不要吃那麼多 後面有幾個DIP跟他分享 太多的Statley都告訴我 我們都應該去限制飲食 那我們的aging effect 會被刺激的比較多 然後他不管糖尿病生命變 或是我們腦齡的摔弱 都是會得到比較好的保障 所以整個剛剛提到 A菌對我整個糖尿病生命變的 這個State 目前來講 還不是非常的clear 好 所以我們再跳到後面 10分鐘講到跟大家講到 那這樣子 針對這樣的Background以後 我對糖尿病生 我的Caring 在Before跟A菌上面 有什麼不一樣呢 那我從我自己的角度上面 我把它分成三個面 第一個面就是 我國家到底有沒有什麼政策面 是不是來support大家的 那我們自己在醫院 從我們醫院角度裡面 我們的鄉院長 對我們做什麼support 有機會可以照顧這樣的病人的 最後醫療面是 大家一起在努力的 從我們的服務啊 教學研究 教學上 我們怎麼去做做做幫忙 在政策面 其實台灣都是高齡化社會 所以到處都可以拿得到高齡化社會 那個我們國家將來的規劃 長照啊高齡化社會的規劃 大家都可以拿得到 很容易就取得 那取得以後 那這個是在我們林院長的支持下 我們三種也成立高齡中心 那這個高齡中心 也得到了這個國家品質 不要這樣講 那我們在這個高齡中心裡面 我們也試著去照顧 我們自己的病人 所以我們後面 是有提供一點點引帶 去照顧我們的病人 然後看看有沒有什麼 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把它加在 也謝謝林院長在這方面 給我們的一個支持 所以我們呢 有了國家政策面幫助 我們的醫院面的硬體幫助 可是我們還是需要 我們大家在座的一起努力 我們要從臨床服務 從研究上面 從教學上面 一起去幫忙 讓我的老化的病人 不管他有可能是這樣走 他有可能是糖尿病 是裡面變成有因面 他有可能第一個 常常糖尿病到最後有因面 但是這幾個在我老化的時候 我都要照顧 那我主要的base來源 是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ADA 這是2016年 他們 這個 很多的新的概念出來 所以我很多data 都從 Diabetic Care的 20126年 他們ADA裡面的data出來 另外我們ASN 就美國腎臟醫學會 他從2010年的時候 其實就 開始了 Gemiotic Nefrology 這兩年 比較少data 但是那幾年裡面 有很多data 所以我把他 這兩個重要學會的data 跟大家做個summit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自己畫了一個圖 這是A菌 一個老化的過程 老化過程造成腎臟也在跟著老化 這老化以後 到最後為什麼要走到CKD或DN 其實有兩個factor 一個是疾病 我們今天講糖尿病 就講糖尿病疾病 一個是我們的衰弱 年紀老化以後的衰弱 到最後可能是有疫苗 那要控制這個事情的時候 當然需要四大面向去幫我們的病 做控制 包括藥物 包括輸出訓 包括Lifestyle 這幾個四大面向 那首先我們看看 這兩個事情一定會互相影響 我想make sense 我的糖尿病 會經過很多血管的傷害 其中像Necropath一樣 我病可能會ESRD Algobrolide等等的原因 血管受到傷害 病就開始不能動了 不能動就disability了 所以疾病 會讓病人更容易衰老 這是一定的事情 那一樣衰老會讓我的疾病 一定更嚴重的 我們衰老的話 我們正常來講 我們一個正常的老人來講 我們應該是正常老化 可是在正常老化過程當中 大家都知道 一定有很多factor 有可能會加速老化 那有幾個重要check point 第一個 會加速生理流失 一定是開始有疾病出來了 所以要加速老化了 另外開始有急性流失 可能他在中間發生不小心骨折了 或是有感冒 或是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可是這個加速老化以後 會有機會再回來 回來的時候 有可能有些事情會阻斷恢復 那包括他使用的藥物 包括他營養不良 所以在我們整個衰弱過程當中 其實這三個check point 是大家在照顧衰弱老人的時候 一定要稍微幫我們老人 除了他本身也在疾病 要控制的時候 這幾個factor也要把它加進來 加進來的時候 讓他進來回來 要正常老化 不要加速老化 進到衰弱 進到失能 那就大概就很eary 最後面就提到之後 那在這個A菌當中 假設我們的病人 產生的真的是糖尿病生病變的 我們的治療上面 一個高齡的人 產生糖尿病生病 在藥物上面 护群的Live Style 跟Execide上面 我們怎麼去看待這個事情 那看待糖尿病生病 在高齡上面的話 在這篇文章裡面 都會特別提到 Glycemic Control YPID Control 高血壓的控制 還有一個新的藥 那新的藥物 這些藥物我現在就不介紹 我現在是介紹 Glycemic Control YPID Control 跟血壓的控制 那Glycemic Control 這個是Ginal Recommendation 這是Divetic Care上面的一個建議 自己把它重整一下 第一個 我們要避免低血糖 我想這次大家都知道 在高齡的病人 在照顧上面 記得 always把身腰穩重 那是要避免低血糖 那對於健康的老人 對於有健康的老人的話 我們預估他 life expenses 常的話 我們一定要提升他 跟年輕人同樣的糖尿病照顧模式 那年紀大腦照 我後面下一章會跟大家講 那是一定要跟年輕人 就剛像跟糖尿病說的 我們跟年輕人是一模一樣的 那血糖的目標值一定是個別化 我的病發症的課 也是要個別化最終 那這是糖尿病上面的一個 general recommendation 那對於血壓 血脂肪 還有aspirin使用 還有降血脂肪的藥 都是具有療效的 這是在Divetic Care上面 建議的幾個重要的一個guide 那所以在血糖上面的藥物 我剛剛談到說其實已經介紹得非常的清楚了 那大家都知道 那在年紀大 我們還是認為firstline 還是剛剛也有 前面也問到這個問題 還是可以當成firstline 但是要小心 有renaline insufficiency 或是有haphylil case 我們是不要使用的 這是第一個事情 那TDD上面的話 大家都知道 它有很多的risk 包括haphylil 包括flexion 那saphylurea 小心就是hypoglycemia 小心hypoglycemia 那這個藥 基本上對年紀大了 是control indication 那剛剛記了p1 dbp4的話 比較少賽的 但是pulse是always 可能是一個area 那剛剛特別這個 胡教授提的sglt2的話 目前來講是community 但是long term的experience 目前還是缺的 這是一樣 那要使用這些注射劑的話 記得一定要評估我們的老人 或是carever 他是不是眼睛很好 他是不是有很好的spear 或是cognitive ability 可以去真的 好好執行這個證據 我想這大家都理解的地方 那血壓的藥呢 這幾個都是重要study 這邊 這幾個重要藥 後面都跟著幾個重要藥 就是ACI-ARB always first choice dipidin nephobasic hypertension的病人 ACI-ARB 還是first choice 但是小心 acukinia injury hypodymia hypertension raining eb vavetorant 然後比較沒有這麼多的effect 然後arthorstone 就是spinatone的藥物 其實一直被建議出來 但是要在使用的時候 記得 小離子跟vavetorant 要常常在被monit 這是幾個三個常見的藥物 在這個糖尿病室裡面有 高血癌的病人 那cachin channel blocker 一般來講是 不對ACI-ARB 不tororant的病人 我們考慮使用 那藥物使用的話 是當diphypertension的CCBS 像疑體忍臭 vavetorant 是可以被使用的 vavetorant 也是一樣 比較少studies 做在這類的病人上面 vavetorant vavetorant 使用的是ACI-ARB 最好是ad-arm 所以ACI-ARB 不好的時候 再把它加上去 這是在ADA上面的一個建議 所以我們治療的目標 治療的目標 vavetorant 是隨著聯繫到 我們一定要做 自己要去做modify 那原則上 不管是美國的 概念 歐洲的概念 大部分對老弱的病人的話 140-89 對健康性的話 甚至有蛋白量 還是要加強一點點 那Cardial Basin risk factor 也要記得做reduction 所以我們的年紀大的人 一樣還是要注意 不要抽菸 一樣不要抽菸 包括前面一檔課的 Posfate Concentration Ibth 維他命D Aremia Moral Nutrition Information Infection 這些都是 Respect for Cardiovascular 在我年纪大的病人,我们还是要把他引入进来去做思考 Lipid low-in drug的话,在Shopstar里面是没有看到明显benefit的 他的建议假设我们要使用Lipid low-in的话,是可以Based on LDL Level来做这个guide line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重要的治疗,包括Hemoglobin O&C,包括Glucose,包括Blob Pressure,包括Lipid 我把它分成三个,我们的老人有可能会碰到几个重要的,一个是健康高龄 一个是有轻度失能的高龄,一个是有重度失能的高龄 当有健康高龄,Hemoglobin O&C要严谨一点,7.5 当有轻度小为8,当有重度失能,小为8.5就可以了 当我的血,这是各方面的血糖,大家可以看从这贴果上面可以看到血糖的一个要求 那血压上面的话,从ABA上面的建议的话,这边是小为140-90 这边是小为140-90,这边是150-90 所以年纪大的病人同学啊,不用不感受到那么的严谨 那所有的steading的使用,都是可以使用的 所谓有明显的control education,这是在ABA上面的建议 另外,lifestyle,lifestyle上面,这是这篇文章上面的建议 对年纪大的人认为excise跟way reduction好像没有到那么明显被使用 这是在这篇文章上面的建议 那这边我特别提醒AKI 我们年纪大的病人,很多AKI,所以AKI的一般的approach的prevention的必要一定要注意 避免使用Naprodoxies agent,然后要把Northocomial infection尽量检查到最低 We'll always维持它的extracelular fluid expansion 另外避免使用会impaired renal blood flow authoritative的药物 pharmacology intervention,假如有好的药当然可以使用 记得可以用更好的monitor system来 monitor我们的病人 刚刚讲bokotrition,我特别提到这个沃xe 沃xe沃留学群的话,这个最后面可以去参考 这个大家都可以得到减少饱和脂肪酸,增加不饱和脂肪酸 为什么,因为沃xe沃有一个叫做KBG84 是要80岁以上的老人才可以成立的乐团 所以这是蛮特别的一个故事 好,那在很多基础上面的话 基础实证里面 老鼠实验里面 其实都告诉我低碳水化合物 低蛋白的摄取 多边不饱和食物的摄取 维他命摄取 都是anti-aging很重要的factor 所以刚刚前面 特别跟大家提到说 这是从人类上面data 从老鼠上面data 都有这样的相关的建议 所以另外 我们的CKD的照顾上面 刚刚讲过 我要generalize看 所以alemia 在LD的糖尿病 有这个alemia时候 Hemoglobin 卡记的 大概12左右 11到11.5左右 这是这个 这个ada上面的建议 好 那当然有一个重要事情 假设可以的话 在Krind大概1.5 二道之间 或是EG2小于60的时候 早一点转给圣诞科 早一点转给圣诞科 很多data都告诉我说 告诉我们说 Motary跟Decry的EG2 是有很明显的改善 那在我care这样的一个 CKD病人的时候 always记得 多加一个事情 假设是老年人的话 要把老年人assessment加进来 老年人assessment是哪些东西 包括眼睛 听力 扭曲 小辈的 continence 走路的问题 有没有很多要 它的意识状态 情绪 方式的limitation social support economic 这个家庭的环境 这些都应该是在照顾上面 要被加进来的 最后面 在医疗面上面 有后面两三张视线 我们是一直在自己在做 就像李恩来讲 一直在做教学上面 那是因为自己在做教育上面 一个简单的心得 这也是可以用到 我们老年assessment上面来 这是以前我们看病的关系 随着年纪慢慢 随着时代的眼镜 大家最常用的 就是combine conference 为什么一个人 加上很多的医生 来照顾我们的病人 可是某种时候是单向的 后来开始有 multi discipline 一个医生 加上很多的其他的医生 加上很多parametic 然后在一起照顾我们的病人 他也是单向的 他最近一直在推 sherdium making sherdium making的话 就是病患自主的 一个医病关系 我们先提供ebn给他 病患再回来 告诉我说 他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重要是 让病人去了解 他对治疗的一个偏话 然后支持病人 依他的价值观 进行医疗学者在联系大的人 真的是需要这样子的帮忙 那我们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自己也拍了很多影片 拍的影片就是sdm上面影片 那前面给ebn的话 我们自己把它卡掉 那我们这边就提供 他的一些相关的ebn的决策 然后我们来问我们的病人 那我们的pgy学员可以参与 了解病患对整个治疗方案的 一个偏好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们说 他自己自己的一个决策 他自己的一个决策 他就会开始会把它讲出来 我们就会支持病人 依他的价值观 来进行他的医疗决策 这是我们sdm在操作的 这是针对年轻人 但是我们只要碰到年纪大的病人 我们年纪大的病人的时候 一样我们有同样的问题 一样我会提供医疗 可是年纪大的病人 通常来讲 他不太可能是自己去做决定 所以他的家属需要介入 所以我们要了解病患 跟他的家属对治疗一个方案的偏好 所以sdm精神加进来 对我们在照顾这个age的people 我认为是有他的需要性 那了解完以后 大部分的决定 还是都是家属会决定 我们的病人大部分都是洗身病人 所以我们最重要决定就是洗身 然后后面的话就跟他们提供资讯以后 然后到最后就是 还是一样 由他们做决定 我们支持病 依他价值观 进行最后的一个医疗决策 这些是我们在HDM上面所做的一个 这个努力 最后 我想大家都知道高龄化社会已经到来 海外病身边的照护跟吃 一定要加入高龄的考量 那高龄身边的照护原则 既有个早期圈延满它恶化 各别化控制 血液血糖靴脂 肾脏病的病化症要全面的评估 记得STOP PRECORPORATION 跟SHIP 在这一条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今天这个吴教授 跟我们介绍 STLT 外的INITICAL 可以用在 EDFR 大一 这个 6.45以上 它可以有效的 控制血糖 同时 是对Talien Fasculine 及Renor 都有承诺的一个作用 但是不要忘记 还有可能的一些 possible side effects 包含 会增加UTI 另外的话 这个 因为Volentication的关系 会造成这个 AKI的情况发生 同时 在Volentication的方便 还是要小心 不要over 的treatment 而保持这个Volentication 而加重会产生一个 这个Longhi 特曼Cenia的一个 Tipo Astroces 那 陶教授跟我们介绍 这个CKD 这个血糖的一个控制 这个强调 这个病人的安全性 为主 要考虑到 这个低血糖 死亡率 CV 跟Half Barrier 所以外面要去做考量 那也提到 这个 Bluopathy 它可以在State 3的时候 还是可以第一线来使用 但是在第四级跟第五级 最好还是不要使用 那同时这个DTB4的Inhibitor 也可以在这个CKD的病人 也可以很有效的来控制血糖 那最后 陈宏主任 就介绍这个老人化的 肾脏病人照顾 一定要考虑到 业绩本价实的一个 业绩化的一个观念 同时 对于年纪大的糖尿病 上病病 一定要考虑到 Polistic Care 跟Share Decision Making 那最后 感谢各位 这个前辈 还有我们的 敬爱的 医治同仁的一个参与 那今天 我们 就 开会到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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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字幕——YK